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说两岸还是要在九二共识之下进行民间交流 那么柯文哲就讲说你要体谅台湾的历史因素 甚至把妈妈搬出来 他说我妈妈说甲午战争当初是中国大陆把台湾踢出来的 好 两个人闭门谈九二共识 所以大家就想说墨绿的柯文哲难道变成了红色力量吗 今天还有立委说台湾人吞不下去 甚至连盛文也奚落他说 以后要挂青中卖台的红帽子 不要忘记柯文哲了 好 但是为什么柯P要讲这些话呢 他难道不担心流失掉绿营的选票吗 双城论坛会不会变成了双面刃呢 好 他为什么不担心 是不是因为小英执政危机重重呢 接下来县市首长的选举其中考 现在恐怕要陷入13席的保卫战 那么民进党警报区越来越多 内战区越砍越凶 蔡英文到底该怎么做呢 而蔡政府现在认为说 非做不可的当然就是前瞻条例草案了 今天在立法院审查 蓝英立委夜宿立法院扬言说 一定要阻止前瞻通过 好 为什么非党不可呢 同时时代力量 黄国昌今天还跳出来炮轰说 前瞻计划根本就是抄马政府 过去四年五千亿振兴经济方案 说连标点符号都一模一样 那蔡政府到底是不是真的 一样画葫芦呢 既然这样的话 那蓝英为什么还要反对呢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先问您知道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民进党 新北市议员何博文 何议员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资深媒体人周玉寇 柯卫杰好 大家好 另外是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郑世伟 世伟哥好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陈炳凤 炳凤姐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民进党发言人杨家郎 家郎好 大家好 还有民进党国际事务部副主任 陈玉荣 余荣好 倩平姐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就来看看昨天下午 柯文哲跟张志军会面 两个人到底谈了些什么 柯文哲跟张志军终于见面了 两人像好朋友一样握手 张志军还称两岸一家亲 还讲了这句话 所有人通通穿正式服装 没想到柯文哲还是一样衬衫 西装裤配球鞋 张志军配合他 也穿了比较休闲的衬衫 柯文哲还说了笑话 这场闭门会谈进行到一半 所有记者通通被赶出去 但没有尽头 张志军话就说得更明白 张志军还是提了九二共事 柯文哲接招回应尊重 但也希望中国能看看台湾政治局势 不只见了张志军 还谈到九二共事这个议题 柯文哲的客随主辩 不但惹得独派团体不开心 就连陆委会也不挺 也难怪柯文哲用这句话 为此行做总结 三级文周凯 黄大峰 台北上海报道 柯文哲这个人本来就是不按牌理出牌 那么这一次我们刚刚跟巴拿马断交 大家就想说他最好是不要去 如果去的话 那也要反映我们台湾民众的声音 结果昨天柯文哲跟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第一次见面 张志军在那边讲说 两岸要在九二共事之下进行交流 然后柯文哲就讲说 你要体谅一下台湾的历史因素 要尊重我们不一样的声音 甚至还讲到说他妈妈讲 说这个甲午战争当初是中国大陆 把台湾给踢出来的 所以大家就想说 这些话到底适不适合 适不适当 他的谈话到底有没有让台湾民众得到什么 我想柯文哲 柯市长让人非常失望 甚至于很多人觉得不知所以然 到底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他到底做了什么 那他到底要什么 我觉得整个的手段 目的 目标 都让人家觉得一团乱 我觉得如果说这次的这个 这次的所谓的这个中国型 他锁定在就是市政层级的这个交流 那我也没有意见 就年轻人交交流这个热舞一下 然后这个谈一谈这个市政方面的这些讯息 跟这个相关的这个市政阶层的来谈一下 就是说未来怎么样让这个年轻人互相交流 甚至体育交流 市政方面这个怎么样的促进 这个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都OK 但是问题是这次的这个论坛 很清楚的是由国台办主导下来的一个论坛 中国方面是把它当做一个样板一样 我不客气讲 其实我本来是要讲说统战样板 但是我希望还没有到那样的一个程度 这次柯文哲市长去那边 其实大家对他也很多期待 我事前我也没有说太多的柯哲 因为我觉得所谓的两岸交流 就是说我们过去把台湾真实的这个感受 人民的心声真的能够告诉他们 那他们也能够理解说 台湾这边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互相尊重 这个才是交流 我再讲 如果说交流就是一过去那边 全部一昧的附和他们的说话 然后呢 这个我们的立场 我们的各方面的声音也表达不出来 我觉得那样的交流 坦白讲 这个跟国民党过去那边的交流 有什么不一样 我再这样说好了 过去啊 指甲市市长不是没有交流过 柯文哲也不是第一个说 踏到这个中国的国土上去 跟这个中国的高层交流 过去陈局市长高雄市长 过去台南市的市长赖清德 他们到中国去交流 不但能够有丰硕的成果 重要的是 他完完整整的表达台湾人民的想法 完完整整的站在一个互相尊重 对等一个立场 我想请教柯文哲 柯市长 你这次去请问 你有替台湾人民表达什么样的一个立场 我觉得更让我吐血的是 他其中讲到一个两岸命运共同体 其实这个概念是怎么衍生的 其实我们追溯一下 最早提出台湾命运共同体的 其实是谢长廷学院长 他其实当时提这个所谓的台湾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其实这个概念是说 只要在这块土地上 我们不要分族群 不要分省级 不要分任何的你我他 大家共同在这块土地上 有共同的未来 而这共同的未来 其实包含了怎么样 包含了本土认同 包含了国家主权的概念 那我想请问 柯文哲 柯市长他这次到中国去 提到两岸命运共同体 请问你的内涵是什么 台湾跟中国是命运共同体吗 台湾跟中国我们有所谓的 这个共同的国足认同 或者本土认同吗 我觉得这个部分你要做一个清楚的解释 过去台湾命运共同体提出来的时候 这个内涵是相当清楚 而且获得大家一致的掌声 可是所谓的两岸命运共同体是什么 更何况 你知道最近在这一连串的视线里面 包括我们说WHA的打压 包括我们巴南马的断交 包括李明哲案 我甚至跟大家讲 李明哲案不要说绿营关心 所谓白色力量 台湾社会一股中间的力量也相当关心 如果今天柯文哲的柯市长 他自认为说他是代表所谓的白色的力量 为什么连李明哲案连坑都不敢坑 对啊 他应该问一下也好嘛 他应该问一下 他甚至要提一下 他甚至点一下都没关系 完全没有完全晋升 甚至他讲说 我在台湾都讲过了 不需要在这边讲 好 如果你这句话是真的话 请问你跟国民党有什么不一样 国民党每次讲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各表永远在台湾这边讲 他敢去中国坑半生吗 不敢 他永远只敢在这个 中华民国王国纪念碑的 那个南京的那块石碑上 在那边讲中华民国 请问如果柯文哲市长 你是可以让人家期待的 或者说你这次的交流是有意义的 我希望你告诉我们 你的意义在哪里 你有多大丰硕的成果 你千万不要跟我讲说 两岸年轻人在那边热舞 就是很好的交流 这个不需要到你这样的层级 不需要到你讲出两岸命运共同体 我再跟大家讲 我昨天也在看说 柯文哲 柯市长 你回来至少跟我们讲 说好了 没关系 你都已经 我坦白讲 你都已经 说起来 如果你没有告诉我 你得到什么 我真的觉得你已经赎了叨口 柯文哲 柯市长回来之后 他说 记者问他说 请问柯市长 你觉得你这次去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他说 能够平安归来就好了 平安归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还平安归来 到底什么意思啊 到底什么意思你想清楚 如果你这次只是求一个平安归来 不要像李明哲一样 那我觉得那你去干嘛 对 那就不要去 连去都不要去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也许啦 因为智商高达快160 也许有很深不可测的 怎么样的谋略 我不知道 或许说你柯市长 已经一步想要当柯总统了 所以你这次急着要 赶快做这样的一个 两岸政策表态 但是我真的搞不清楚 也许你有极深的谋略 也许有这个深不可测 我们这个一般常人 难以这个测度 但是我要讲的是 从各方面 从价值理念各方面 来检验你柯文哲 真的 柯市长 你这次 真的俗嘎愣口 好 是不是真的俗嘎愣口 但是昨天有很多人 看了之后 真的觉得说 蛮失望的 我们来看看 好 在今天自由时报当中 就有讲到中国 打压台湾 但柯文哲 都没有跟张志军抗议 所以陆维会也讲说 应该要传达一下 台湾人民对北京 负面的感受 以及绝不屈服的立场 因此独派就不能忍受 他们就到了这个机场 去接机说 要向台湾人民道歉 那么另外 就是时期 我们的好朋友 王时期 他也发了一篇社论 他讲到就是说 柯文哲跟张志军 终于是借着 双城论台的机会 在上海的最后一天 见到面了 老共跟过去 手腕一样 先看柯文哲到上海 前两天表现得好不好 再决定最后一天 要不要赏脸见个面 而且连地点 都是最后一刻 才告知 那么柯文哲对这些状况 看起来自我感觉良好 双城论坛的续办 仿佛证明了 他有操作两岸议题的能力 可以时时拿出来 酸一下民进党跟蔡英文 那么不过 他的两岸真的是一家吗 真的像是夫妻吵架吗 为什么不谴责一下 家暴的行为呢 柯文哲不是跟着 上海市长应勇一起嚼舌 也呼应习近平 对两岸的说法 说的都是老共想听的话 但没有一句是 台湾人想听的话 好 那么呢 他也讲说 因为老共给柯文哲好看 其实只是想给蔡英文难看 让柯的立场 挤压蔡的立场 往老共的方向移动 这个道理 柯市长不能不懂 而柯市长 只是中共的一颗棋子 棋子竟然也跟着 扭腰摆臀 乐在其中 他说讽刺的是 今年的论坛主题 叫做健康城市 台北市的卫生局长 在开幕式上呢 畅谈了台北市的 卫政经验 但不久之前 我们台湾才刚刚 因为中国的打压 被关在WHA 世界卫生大会的门外 如果柯市长在高谈 这次论坛主题 健康城市的时候 能够多加一句 希望未来台湾 能够不受干扰的 参加WHA的大会的话 那么柯市长的高度 就不再只是地方首长而已了 好 所以柯文哲 大家期待他该讲的 他都讲了吗 他不想讲的 不该讲的 他都没讲 我觉得柯文哲 他一步错千步错万步错 我讲重一点 就是说除去台北市长 这个让台北人 觉得非常的沮丧 而且错愕吃惊的 这个整个过程 恕我不客气地说 如果柯妈妈你在看电视 请你不要掉眼泪 他把你们柯家族 现在脸都丢光了 因为他跟张志军说 柯妈妈说 中国大陆 他还用人家的词 1894年 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是清朝 它不是现在的中国大陆 它是清朝 清朝被中华民国推翻了 中华民国在 那个你所说的中国大陆 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 给推翻了 你现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国泰办主任面前 讲这个话 什么意思 就只敢这样 微微弱弱地讲 回到台湾 还说阿弥陀佛 平安归来 你的意思是 张志军会把你绑架吗 我觉得柯文哲市长 如果真的要不客气说 我觉得他从明天起 就不配做台北市长 我不管他有没有 巴拿马断交这件事 就算没有巴拿马断交这件事 他在去上海 不堪入目 从一开始 接受一家国台办 指定的电视台的专访 我得到的消息是 他接受专访回答的内容 是国台办给的稿子 所以不就照稿 我没有去问那家电视台 但是这是我们的高层的情报 国台办写稿子给他 叫他照着念 他在当时念的时候 他还漏了几个字 那时候大概天亮发现 结果他的专访在播出的时候 国台办还要对稿 发觉那个他讲的漏了 还要把文字稿给贴回去 我希望这家电视台证实一下 这是多么不堪的一件事情 你这样很不像我们 心目当中的柯P 当时他选的时候 跟现在这样 我们心目当中的柯P 是白色力量的代表 今天此时此刻的柯P 是泡沫力量的代表 他没有任何力量的代表力 蓝银不会投给他 绿银的人唾弃他 红银的人耻笑他 我不知道他的160的智商 的算盘是什么 什么叫做床头吵床尾合 我们是夫妻关系吗 我们跟中国是夫妻关系吗 夫妻关系是平等关系 我们这个叫夫妻关系吗 我们是连小三的角色都没有 他把你当成一个 在外面的一个随便糟蹋的情人 这情人呼之急来挥之急去 他还用这么不堪的字眼来形容 他说的两岸一家亲跟两岸的命运共同体 在七月一号这一天 习近平的建党95周年纪念 讲的话差不多类似 按照剧本 他到上海去演出跟应勇 一搭一唱 第二天张志军跟他握手 张志军是国台办主任 他跟你台北市有什么关系 你以为你真的可以做总统吗 跟张志军见面的那张照片 就是柯文哲市长 与政治生命泡沫化结束的开始 他非常的得益于 他在年轻族群里面的支持度 那柯P你有没有去看一下 你在网军里面 这两天所得到的评论 那叫做转向 当共产党借着柯P去羞辱蔡英文 当共产党借着柯P去逼降民进党的时候 我觉得民进党要有个态度 而不是到2018年选举之前 现在的民进党请你告诉我 这个柯P是不是你们支持出来的柯P 昨天陆委会含蓄的批了柯文哲市长 他在张志军跟柯文哲见面之后 立刻发了一个新闻稿 他没有点名柯文哲 但是代表了陆委会的看法 而这个陆委会当然是总统府 是蔡英文指示的 但是这样够吗 民进党的支持者 请你们强力的反应给民进党 民进党敢这一次 2018年再提名他的话 或者是再礼让他的话 或者是再跟他比民调的话 那你民进党 所谓的柯文哲的效应 确实哦 可能在台中 可能在桃园 可能在其他地方都会出现 因为台湾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觉得柯文哲连轻中卖台都不配来形容 柯文哲是飞蛾扑火 他自己是自取其辱 如果身为一个 我是外省第二代 他是二二八受难者的家属 我认为柯文哲先生 你除了丢了你们柯家的祖先的脸之外 你把二二八这三个字都全部的羞辱 污名殆尽 柯文哲先生身边的这些幕僚 包括了办公室主任蔡比如 包括了这些副市长 你们将来怎么面对选举 我跟你说 2018年台北市民不会选柯文哲 那张照片 就是他跟张志军握手的照片 就会变成民政 而事实显示 如果十九大之后 张志军被斗垮 成为另外一个国大办主任上任的时候 柯文哲岂不是变成 人家在十九大权力斗争之前的一颗棋子 这是情何以堪的一件事情 柯文哲市长 你真是夜半思维 你连道歉都来不及了 我们不接受他任何道歉 任何说法 他从今天开始就应该消失于政叹 好 所以我们看到 大家很期待说 这一次柯文哲去 是不是会表达一些立场 因为他这个人讲话很直接 结果没想到他跟张志军见面 就是跟着人家呼应人家的话 然后随之起舞 他也没有提WHA 也没有提世大运 然后也没提到什么李明哲 甚至刚刚扣姐姐讲到 有这个电视台给他专访的时候 他甚至还照着人家的稿念 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就很离谱了 好 那我要请教大家示威 你怎么看 柯文哲本来自称是墨绿的啊 所以他现在是怎样 到了那边就转向吗 两面守法吗 回到台湾再转回来啊 确实 如果说是今年底要选 县市首长的话 我相信柯文哲不会去 如果有去的话 他也不会说这些话 但是 他就说你民进党 你没人 你明年一定还是要离让给我柯文哲 而且他讲说他墨绿的 在现今民进党政府执政的一年多 跟台海对岸的这个海峡两岸 这个对岸的一个关系 停滞不前 甚至于交流全部都停摆 他能够以墨绿之之 能够到海峡对岸 去跟国台办张志军主任见面 那同样的 他能够虚映以对 你看到了 在那边的时候就讲 两岸一家亲命运共同体 加和万世心 然后回到国内的时候 第一句话讲 突破僵局 平安归来 你对于绿营的一个部分 你能够吃豆腐 你能够消费 因为你现在绿营 没有办法跟中共当局 来做交流 来做对谈 结果你一方面往这个中间靠拢 同样的 你到那边去的时候 你又要蓝营的 这个浅蓝的一个选票 所以说我讲说 当时讲说他是政治素人 然后讲说他 这个全部都是一张白纸 如果这样两年之后 你看到了 全部全部 全部都在掌控之中 你有没有看到 前一阵子民调很低的时候 他现在就骂民进党政府 你钱瞻也好 一粒一休也好 反正该骂人民 觉得讲说 民进党政府做不好 他该骂他全部骂了 结果现在 你停滞不前的时候 我可以去 但是回来的时候 你看看 阿弥陀佛 全部都不当一回事 可是很奇怪 大家现在都有电视有直播 那对岸也可以知道 但是 我就讲阿建平 我就说了 选举是明年底的事情 你说今年的时候 你在经过半年 甚至于到明年的时候 他会说再与茉莉自私 然后再来骂海水对岸 又变了一个人 不要忘记了 论语前面还有一句话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你现在是怎么样 两岸的一个政策 超过五成的一个民众 觉得讲说 现在停满不适当 那结果现在 柯文哲回来了 你想说 四海之内这些兄弟 但是如果说 以前面论语这句话 讲的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这句话是讲说 全部 我们台湾未来的前途 甚至于 我们怎么样 就无疾而终 全部都讲说 双手一摊 就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同样的柯文哲讲的 沟通没困难 就应该交流 那现在我们的政府 未来的一个政策 还有过往 这一年多的一个政策 是怎么样子 我不晓得 因为你对于赖清德讲 亲中爱台是这样 他讲的沟通没困难是什么 这个沟通都是别人给他准备 这我不晓得 你这个是谁 你观察就知道 就如同你刚刚讲的 当时是民进党理让给他的 现在你民进党出来 你要听他说相反 你现在可以亏民进党 亏那个柯文哲 但是你亏总共府干嘛 总共府又不是指引他的 你总共府之前讲 亲中爱台的时候 是你既定的政策 那现在 赖清德说亲中爱台 跟柯文哲到上海 赖清德2014年到上海 怎么说的 我想要跟人民说清楚 赖清德跟陈菊到上海 到北京的时候 都还表明立场 赖清德说台独党刚是民进党的 但是台湾要尊重台湾人的决定 赖清德跟陈菊 那个时候去至少马政府 还有一个九二共识 陈菊还说了这个中央马政府 对不对 那你现在 那没有九二共识 要逼翔台湾 那我们就要接受九二共识吗 你难怪让柯文哲能够左右逢源 什么叫左右逢源 他是左右掉进海里 你们高兴都心里难讲 掉进海里我们看明年 现在你们的陷阱 民进党会不会提供 民进党会不会提供 民进党敢提名他 民进党的台中 桃园 新北 你都不要选 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我们稍后要来讲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 大陆学者已经解读了 昨天这一场科章会 他们怎么讲 他们说科两岸论述 现在已经获得了 北京百分之百的信任 好 既然已经得到 对方百分之百的信任 这是特首 你看看他怎么 张志军怎么见他的 站在那里 他小跑步进去 光这个画面就够人家 做选举 你看看到没 他叫张志军 国台办主任而已 你科文哲有没有良心 有没有眼光 来来 米凤姐你怎么看 他现在已经获得了 北京百分百的信任吗 那他干嘛回来 还要奥秘托佛 你觉得他表现如何 获得北京百分之百的信任 这句话讲得太早了吧 因为现在 当然北京对他来讲 他就是一个市长 那他可能觉得 预期他会继续连任 所以北京也是看一种实力原则 那你如果没有什么实力的话 我看你讲一百个两岸同一 什么一个中国 我看北京也不会理你 那不过今天科文的这个行为 我看就说 这个绿营的人 当然会非常的生气 但是如果你把它看待 是一个蓝营的政治人物 好像也是差不多而已 蓝营的到那边去的话 表现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只是说 在整个两边的这个会谈里面 这个科文者的确是处于 比较下风的地方 譬如说他这五个谅节 完全是依照北京要求的部分 全部再加上一个 最后一个互相谅节 全部依照北京的要求 讲了五个互相的部分 那所以说你这样看起来 当然一些比较深绿的 就是传赖传判警就骂死了 这个人丢脸丢死了怎么样 那这个可是话说回来 如果是这样 如果是一个蓝营的人 我想绿营的人 大概有没有这么样的感觉 就蓝营的话就让人不意外 可是柯文者他说是默绿的 而且民进党又要跟他合作选举 对 所以说你现在 因为你站在绿营的地盘上 然后你去跨了这一步 跨了太大步了 那已经超越这个绿营的一个 我想基本主张 可以容忍的一个限度了吗 对 一个范围之内 所以说我觉得柯文者市长 你知道你到底要不要 我觉得这样子出来 他说他自己希望 可以在两岸的僵局下面 做一个突破 我跟柯文者市长 把两岸的关系想得太简单了 他绝对不可能 因为你过去之后 就中央级会有所突破 中央级的要求 绝对比你这个市长级要求很高 那我们对于市长这样的做法 柯市长这样的做法 唯一可以谅解就是说 他怕世大运被中共抵制 所以他才做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是这样的方式下来 已经得罪所有绿营的基层 那我觉得这种相对而来的 绿营自己要检讨一下 就说要挑战 我也挑战绿营一下 像这样一个理念上面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东西 跟柯文哲结合 如果说你怎么纯粹 只是为了选举利益 因为可以打败国民党 所以在这个两岸关系的问题上面 双方理念 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这个下一次台北市长 还要继续合作吗 这个是 就是说大家骂 这个就像我们 我昨天收赖说到半夜 都在骂柯文哲 都是绿的 都是绿的人 丢台湾的脸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人 是一个企业家 他当时也邀请他一起去 然后这个企业家就跟我讲说 还好 他没有跟着去 反正今天就没有脸回台湾了 然后直接跳海水沟 算了 这样子 所以这样机业 但是后面也有人就加说 那你 这个2018年 你还会继续投票给他吗 他就不讲话了 这就是所谓一种 比较被柯文哲吃定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说 民党在这方面 当然很多人又开始想说 我不要跟他合作 但是党中央到底有没有个决心 跟这个政策出来 我要怎么跟柯文哲 如果合作的话 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合作 如果不合作 就真的就 就能不合作 就真的不要合作 好 所以民进党到时候 在选举的时候 还要不要跟柯文哲 继续的合作呢 我们要来谈 同时呢 柯文哲他这次到底是 创造了两岸之间新的模糊吗 两岸关系会开创新局吗 那绿营的首长会跟着做吗 好 现在呢 我们看看也有一个人讲说 民进党该跟柯P分手了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也想选台北市长的 柯文志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 柯文哲昨天跟张志军见面 那么这也成了 520总统蔡英文上任以来 层级最高的一次会面 所以有很多人就讲说 这一次柯文哲代表去大陆 他的意义是很重大的 也让他成为总统府 跟大陆官方的一个沟通桥梁 我们带来看看 台北市长到上海 台北市长到上海当地警车开道 这样的阵仗之前从来没有过 因为很多人说 这次柯文哲到上海 并不只是代表一个市长 顶持两岸一家心的信念 加强两岸交流合作 建构两岸命运共同体 共同追求两岸人民 正美好之未来 现在面临的一些僵局 喊出这句话后 张志军突然就要见面了 原本三天前 他就该离开上海 行程却缓了 很多人要透过柯文哲喊话 总统府就发新闻稿 要柯文哲适切表达民意 接着隔天发言人再度喊话 这是两岸间城市的互斗 那是地方交流的一部分 我想应该是 没有人担心的这个问题 总统府先喊出 希望柯文哲代表台湾人 讲出新声 隔天又强调 这是城市跟城市的交流 态度相当暧昧 有人说柯文哲没有党派立场 反而更适合代表蔡英文总统 跟陆方交流 台湾目前跟陆方交流等于断线 柯文哲以城市交流名义 意外成了传声筒 蔡总统想借由他向陆方喊话 陆方想借由他向台湾喊话 无党派成了两岸沟通的最佳戒指 三零新闻林松宾 叶婷台北报道 好 真的是如此吗 柯文哲真的可以创造 两岸之间新的模糊 然后变成一个新的沟通桥梁吗 甚至瑞营首长 会不会把它当作一个模范跟进呢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民进党 佳朗 这一次柯文哲市长到上海 其实我们认为 其实并没有模糊的空间 它看起来其实就是 刚如柯文大哥讲的 它就是一个样板 我们刚看到他在讲话的画面 包括两岸一家庭 包括两岸命运共同体 其实过去我们对柯文哲的印象 一般民间对印象就口快 甚至有时候讲得太快 他发觉大家骂了 他就变成口误 这一次两岸一家庭 两岸命运共同体 看起来显然这一次 柯文哲市长在那边自争俱拙 所以这显然会来这两岸一家庭 跟两岸命运共同体 显然不是口误了 那我刚刚同意高敏凤姐所提到的 的确我们现在面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2014年的确民党在策略的操作之下 我们选择了就在台北市 我们礼让了柯文哲市长 希望能够让所谓的白色力量 跟泛律结合 在台北市拿下重要的一个 首都市长的位置 那毕竟这个的确 我们城市城市间交流的确存在 但首都市长过去交流 的确会有另外一番不同的意义 但是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们2014年 我们在桃园的地方 在负责打选举的时候 我们桃园好多的民进党支持者 他几乎忘了说桃园的市市长 民进党提名的郑文燦 在桃园市选市长 他跟我们说 这民进党一定要努力 他们也会努力打电话 他们要打电话到哪里呢 他们要打电话到台北市 帮柯文哲拉票 这些都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在2014年的时候 那时候民进党 很多各地的支持者 在台北市寄望就在于 希望柯文哲能够拿下 所以他有很多外议的效应 对不对 的确没错 但是现在 尤其是这两天 所谓的 不要说两岸一家庆 两岸民共同体 从前一天的那个床头草床尾和 就已经让很多的民进党支持者 在地方已经开始痛骂 觉得他们过去高度的期待 现在变成高度的失望 所以我也要呼应这个 我们刚刚康康姐说的 的确我们目前 第一我们要先说明是 我们在台北市长的提名人选 到目前其实并没有决定 一定要离让 我们也没有一定说 一定要跟柯文哲来做整合 目前这个方案都未定 各种可能方案都在考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一次的柯文哲的上海星 我们认为他其实真的伤害了 很多所谓范略支持者 尤其民党支持者的这个情感 所以在未来的提名策略上 当然我们在讨论策略的时候 也会将支持者的反应 纳入这个党中央提名的考虑当中 那我们第三 这是个人的这个判断 我们认为 那柯文哲这一次 也是判断说2018年的选举 也许不如2014年 这一次2018年也许蓝绿归队 也许蓝营的投票的 也许2014年 因为连胜文的参选 年轻人支持度低 如果2018年 国民党换了新的人选 在这个年轻人支持度上 或者在蓝营的这个凝聚力上 有不同的效果的话 当然柯文哲能不能继续 坚持泛蓝跟泛绿的票 这个就可能要另外一个考虑 所以也许这次柯文哲的上海行 是考虑到希望能够跨足到 蓝营的选票 希望能够重新争取到 泛蓝的票上 但他也别忘了 他会不会同时失去了 所谓绿营的支持者的选票 甚至逼使绿营 对绿营的在台北市考虑来说 第一 如果柯文哲在台北市做不好 民意满意度太低 当然我们必须要考虑新的人选 如果柯文哲的 在两岸议题上的这个躁进 造成绿营支持者的不安 我们也必须要另外的考虑 新的点 所以这个也是柯文哲 对于他自己未来选战的考量 甚至是未来不止2018 他要问秉大卫的考量 他都应该要记得 尤其这张照片 我觉得跟柯文哲说的对 这张照片跟张志军握手照片 我相信对于他未来 未来有任何更高大卫考量上 这张照片绝对如影随心的跟着他 这次的决策 也会相当程度影响他未来 有其他政治上考量的一个选项 不过刚刚也讲到 现在地方上很多人都看不下去 然后打电话 打到民进党这边 大家电话接到手软 但我们来看看 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跟柯皮一起到中国的梁文杰 他今天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 他是说 柯文哲没有预阅民进党的立场 柯文哲的立场 跟民进党台湾前途决一文差不多 他说柯文哲不会承认一个中国或九二共识 但尊重理解对九二共识的坚持 在这个前提下 没有越过民进党立场 国家定位没有跨过这条线 就可以说两岸一家亲等话语 毕竟在文化历史上 的确是没办法否认的 好 所以真的是如此吗 我想我们在党中央 在台中市党部 骂声连连 骂翻了 尤其是绿营支持者 真的是骂翻了 那如同刚刚寇寇姐有提到说 柯文哲他的讲稿跟他的行程 是不是都是事前你好 跟全部都是遇你好的这个状况 据我们了解了 的确 他所有的讲稿跟他所有的行程 全部都是照着国台办 给他的讲稿跟行程照着走 那这样他是不是已经变成统战的工具 就像陆委会所说 那也变成北京政府的一个傀儡 那他想取得这个话语权来代替蔡总统的发言 他认为这样子有用吗 还是说他是被中国大陆给利用了 被北京给利用 那另外双城论坛的主轴 我们定调定调在健康为主轴 定调健康为主轴 他在 柯文哲在去之前他有说 他绝不提政治 一言 他说他一言一行绝不提政治 结果他去到中国大陆 去到上海的时候 大家看到 全部都充满了政治性 什么叫一言一行 绝不提到政治 那他也避开可能让中共 触及到让他们尴尬 还是触怒的话题 他完全一面倒 那台湾人民的心声 你放在哪里 那我们国内的民情 跟台湾人民 还有整个民进党所支持你 当时所支持你 我们的这些的发言 你放在哪里 你有放在眼里吗 那另外 他说 要得到年轻人的支持 要继续去联任 我想这个很困难 你在网路上的声量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面倒 不管蓝绿 老中 青少 全部一面倒的骂声 再来 我们回想到当时 马政府的时候 连战抢上大陆 要去发言 结果下场是怎么样 连胜文失败了 那现在蔡总统执政 柯文哲 你抢上中国大陆 抢上北京去发言 那你认为 这样可以得分吗 我想 地方首长 在城市交流 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首长 你的层次 你的发言 你的话语权 你想要拉到 中央的层级 这本来就不正确吗 两岸政策 本来就是中央的职责 怎么会是地方政府呢 那最后 我想补充的是 柯文哲的手段 其实很明显 一手想拉 呃 陈水扁的本土票 绿营铁票 一手想拉 蓝营的票 想要开出自己的 白色力量的 这个一条路 我只能告诉你 就我们民进党看来 未来 呃 在两岸的这个竞标 政策上面的竞标 对市长选举 是绝对不会加分 那市长选举 呃 一直把市长 跟国家的定位 一直在 用两岸来做一个主轴 对台湾未来的发展 也不会是好的 好 那为什么地方上 反弹那么大 好 我也要请教一下 柯文哲 像刚刚梁文哲 他是说呢 他认为柯文哲 他没有超过 民进党的立场 他说他讲的话 跟台湾前途 决一文差不多 是这样吗 他 就说文哲到底 是怎么样的解读 因为 我不太清楚 而梁文哲是因为 被抽签嘛 他据说民进党的 台北市委员 是有一个人抽签去了 那这个 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 民党也不想跟 这个柯文哲 完全的切断关系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他搞不好 也派一个小监军去 也可以啊 所以梁文哲是 公费去 然后是被 台北市议会的 这个台北市议员的 民进党的党团 大家所认可 所以我觉得 他那个角色是蛮尴尬 我也不想多评论 这个梁文哲 因为他最近才翻译了 一本书叫 出卖中国 那本书 讲到这个中国的 政权的专制 独裁啊 这个贪腐 讲得非常好啊 那 问题是 文杰有点绕啊 柯文哲又不是 民进党员 柯文哲 他是白色力量 白色力量 当时选他的事 他超越了民进党 他没有 这个 有没有超越 民进党的 基本的这个态度 他并没有解读 像赖清德那样 讲的台独党纲 最后还是 台湾人民做决定 当然 柯文哲没有讲说 我们要立刻的 跟中国统一 也没有讲说 九二共事 一个中国原则 他并没有这样说嘛 那 可是他的所有的动作 都变成了 是对方的 统战的一个 棋子题材 柯文哲或许觉得 自己很聪明 其实文杰 应该说的是什么 就是 大家了解 柯文哲的人都觉得 他觉得他是一个 合适老专家 他觉得他可以去 反教化 中国共产党 他认为 他不会被统战 所以他身边的人 私下也跟我这样解释 他是一个末绿的 二二八受难者家 他不会被反统战 但是 你太不了解共产党了 你得高估你自己 你再跟一个 有数十年历史 把蒋介石都打败的 一个共产党 在打交道也 你是被统战之后 你不仅没有被反教化 而那张照片 将会是成为 你的历史的羞耻 我为他的个人 感觉到难过 也为台北市政府的 周边的 他们还有一个 什么两岸事务委员会 柯市长 你夜半时分 你自己想想看 你到底是听了谁的建言 你到底想干嘛 施大运 中国队他答应了吗 他里面没有讲到施大运 他有去跟上海 就跟国台面谈谈吗 完全没有 他没有 他什么都没有 更别讲说 WHA的健康城市 什么都没有讲到 那去干嘛 然后第二天北京会说 柯文哲表现良好 两岸是命运共同体 床头草床尾和 所以我们要派中国团来吗 不是啊 当时陈菊在2007年左右吧 是不是 他在2009年 他去北京 那时候是为了 也是为了市运会嘛 高雄的市运 他到北京去见的时候 他讲说这个 我们中央马总统 马政府 马总统 结果那个会 也没有这个不好啊 后来共产党 还是要跟陈菊 来来往 到天津 张志军还去跟他见面啊 为什么 因为实力原则 因为他在台湾的民调高 他选上了 所以柯文哲市长 你的选票基础在台湾 不是在选上海市长啊 我怀疑他做梦想选 中共的国家主席 好不过我们稍微来 还要来看到就是呢 就在柯张会的时候 大陆媒体呢 他们有一篇文章 讲到说如果台海之间爆发战争的话 他们只要五万人登陆 战争就结束了 在这时候讲这些话 到底什么意思呢 而是不是因为 这个小英执政 所以包袱太大了 那么柯P 是看虽民进党吗 我们看到 这个十三席的保卫战 民进党呢 在这个2018的 这个县市长的这场 执政期中考当中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现在警报区越来越多 而且内战区是越杀越凶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来继续解析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